罪翁亭记 欧阳修 环除皆山野 其西南诸风 林鹤有美 望之未然而深锈者 琅雅也 山行六七里 见闻水生缠缠 而泄出于两风之间者 酿泉也 风回路转 有亭亦然临于泉上者 醉翁亭也 坐亭者谁 山之僧至先也 明知者谁 太守自卫也 太守与客来隐于此 饮少折罪 而年幼最高 故字号曰 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再久 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 德之心 而玉之久也 若福日出而临飞开 云归而严寻明 会明变化者 山间之昭暮也 野芳发而幽香 家木秀而繁阴 风霜高洁 水落而石出者 山间之四十也 朝而往 目而归 四十之景不同 而乐意无穷也 至于富者歌于土 行者修于树 前者呼后者应 于吕提携 往来而不觉者 除人游也 灵溪而鱼 西身而鱼肥 酿泉为酒 泉香而酒裂 山摇 山摇 野素 杂然而前尘者 太守燕也 燕憨之乐 非思非竹 舍者重 义者胜 公愁交错 起坐而喧哗者 众宾欢也 苍颜白发 颓然呼其间者 太守醉也 以而夕阳在山 人影散乱 太守归而宾客丛也 树林阴翼 名声上下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然而 其鸟之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人之从太守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醉能同其乐 幸能树以闻者 太守也 太守卫水 庐陵 欧阳修也 这篇《醉翁亭记》是宋代散文明篇 历来被视为欧阳修的代表作之一 文章的语言平易明唱 写作背景却相当复杂 寒韵也很丰厚 以致平息此文的主题时 众说纷纭 莫终一世 首先要弄清的是 欧阳修为什么一扁除舟就自好醉翁 并以此鸣庭 作文为绩 就这篇文章内容看 那是由于狼牙山的风景使他陶醉 人与人之间亲密淳朴的关系使他陶醉 那香而且烈的酒使他陶醉 因此有人说 欧为此文 亦在欲性情于油上 或者说纵情山水 表旷达自放的情怀 但是这篇文章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 十欧年四时 贬除舟已经一年 他这次被贬 由于论旧推行庆立新政诸君子 得罪了守旧官僚 这些人利用他生女张氏犯法一事 想把他牵连下狱 后来势虽大白 他还是被贬往除舟 欧阳修是个个性刚直的人 读他的《与高斯剑书》 可知其议论之俊切 现在邪政颠倒 他无端被污 心中怎么能没有愤闷 又怎么能自放于山水施酒 十年前 因为支持范仲淹 便为夷陵县令时 他曾写信给同案被贬的尹施鲁 肯定了尹在千折中 义甚至无饮酒的自处之道 并批评了那些一遭贬竹 贬奥义狂罪的人 十年后的今天 写这篇《醉翁情记》 竟然畅言饮酒 自好醉翁 以至苍颜白发 颓然乎重宾之间 前后矛盾 判若两人 要说这完全是出于 性爱游乐 纵情山水 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那么是不是 果如另外一些评论者说的 山水之乐 无非是尘欲压抑心情的示容 像李白那样 以单久自欲其 愤世傲暗之情呢 靠欧阳修之为人 及其所为文 可贵处在意真字 他绝不会缴情伪事 自欺欺人 他之所以前后矛盾 其中必有一个难以拒言的心理历程 十年前 他写了那封著名的《与隐师鲁书》 透露了一点消息 那信中说 不少前代名人 包括韩玉在内 一道贬锁 则七七愿皆 有不堪之穷愁 行于文字 其心欢欺 无以庸人 因此告诫于静 甚物作七七之文 他显然看不起 更不屑作那种 患得患失的庸人 他的心有更宽广的天地 再说 受到打击 遭到贬折 九幽七愿皆 反而使那些陷害他的人 谈官相庆 无异于为敌张目 因此 他失久山林 随遇皆乐 显示自己 绝不曾因横遭打击 垂头丧气 反而意气自若 心态安宜 表现出泱泱君子的坦荡 风怀 蒸蒸铁骨 这是他在《罪翁亭记》里强调 其乐亦无穷也的真正原因 再说 除周地辟而是简 他于无意中得此贤太守 正所谓不幸中之大幸 除周又有狼牙林群之圣 足之畅游 可以敌荡胸中激捆 来除时过一年 朝往暮归 便渐渐得到一种 萧然自恃之乐 冲淡了心底的烦忧 更何况 收出一年 能使除州的人民 乐其碎物之封城 又兴除州市人 习雨于游 而与民同乐 正是次始之事 更足使他化忧为乐 怀此乐心 已设山林 则玉木之景色 无不羡美于钱 以林之酒 则入口之涓滴 无不饮少折醉 饮少折醉 也不权限于酒量的大小 而且包含有心之所乐 未饮先如醉一层意韵 于此可知 由借人以无饮酒 发展到自好醉翁 经历了一个 从无畏个人忧患 欺欺然借酒交愁 便为真正 得心欲酒的心理历程 因此说 这篇文章写作背景 相当复杂 分析时不能以偏概全 从上述文 从上述分析看 这篇散文 含韵是非常丰厚的 为其丰厚 故耐咀嚼 但此文之所以传颂千古 又不限于蕴含的丰厚 还因为它在艺术上 却有独到的成就 欧文最常于抒情 在这篇散文里 它要抒发的是 被贬除舟一年后的 生活情怀 因此 题目虽是醉翁亭记 在亭字上反而琢磨不多 用主要篇幅来写 醉翁 临鹤全庭 无不是醉翁活动的趁景 日出云归 无不荡漾着醉翁的 诗情雅意 这样安排重点 写庭记却突出人物 不以庭为核心 乍看似乎离了题面 其实紧扣题纸 是这篇优美的书情散文 在裁剪上独具的特色 但命题既为醉翁亭记 当然又不能完全不点到亭 这篇散文写亭 虽指寥寥数语 构思也很具匠心 全文先用 环除阶山也一语贺起 写大景全景 但这仅仅是远处环视 只可能看见一片模糊的轮廓 故犯言其为环除阶山 镜头拉近到西南珠峰 渐渐望见那魏燃身锈之色 再拉近到酿泉 便听到了流水潺潺之声 再拉近到醉翁亭 终于看清了亭子像鸟翼一般的具体形象 这样一礼写来 切合步行入山 远近视听之理 又显得层次丰富 上境迭尘 使读者随着作者的脚步 信步神犹于 楚墨画图之间 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第三段写山林中的人 先写富者行者的来往游人 自写做起喧哗的重宾 镜头拉近 头像扩大 最终写核心人物 颓然呼其间的太守 推出苍眼白发的特写镜头 后段写人秦和写共乐 也是先写秦鸟之乐 而后写众人之乐 最后归结到太守之乐 截末一句 直接点出太守者 庐陵欧阳修也 都是从大到小 由远而尽 最后集中到醉翁艺人 这种一步唤醒 焦距一点的艺术手法 使全文重点突出 醉翁始终居于画面的中心 所写事物虽不多 却纷繁有序 林鹤之圣 招募四十之景 休息行走的游人 一只喧哗的重宾 幽名的禽鸟 这众多杂踏的物态人情 都用一个乐字贯穿 使文艺浮凑 宁而不散 特别是杰处 人而琴鸟之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人之从太守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四句中 两用知与不知 文是囚境 一转一身 构成螺旋式层层推进 是一篇之景册 显示出作者 炼具炼意的艺术功力 人多称赞 欧阳修的散文赋予诗意 欲之为诗画的散文 称之为诗 首先要有诗的意境 前面论悉过的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心灵沟通 情景相生 一语敬邪 以具诗的意境 欲之为诗 还必须具备音乐之美 要求韵律优扬 声情契合 在这方面 本文也有 假假独造之处 这篇文章的中心人物 醉翁的心情 是疏然自视 悠闲荣语的 反映这种心情的 俱视韵律 也迂徐优远 意韵从容 自有诗意般的音乐境界 这就要说到 本文连用 也字的艺术效果 也这个著词 本多用来表 判断语气 用于句末 往往表示 语意顿解 欧阳修在这篇文章的 许多句子里 却赋予 也与金语 阿字 情运相近的 特殊的感叹意味 不是修纸符 而是一个延长音符 群文连用 二十一个也字 构成 慢生永叹的运质 以表现 醉翁 悠然自得的心态 这是欧阳修的独创 欧的史传文字 多顿挫畅叹之美 这类既游乐情怀的文字 却不取顿挫转折 而专一反复涌叹 可见它的散文 殷勤复生 具有多种风调 多种情运 所谓秋虫春鸟 各有新生 不拘于一格 却无往而不近乎诗 本文作者赖汉平 朗读白云出秀 读白云八 三 四 三